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V型垂頭彈,疑似小雙底,內需股法力,內房股巴幣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生指數跌了13點,收報27294 今天港股先跌後反彈,結果最後要跌少少收市 不過形成了V型的反彈,和像一個垂頭的走勢 大家先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恆生指數曾經跌至480點 最低達到26825點 但之後跌幅一路逐步收窄 在下午時段,曾經倒升 最後升幅,可惜是沒有了,仍然要跌13點 但你也見到,是一個垂頭的走勢 這個V型反彈,出現了垂頭 在技術上高,可以說是一個短線的轉勢訊號 為何會這樣呢? 有些轉勢,如果在市場層面來看 第一,預期美國會減息 最近港股跌,是因為自新因素 外圍股市也好 另外,第二個原因,就是自新的因素 本身香港有些政治事件拖累股市跌 其實這幾天都跌了一千點 不過這些事件可能有緩和的跡象 市場的憂慮有少許減少了 所以出現了V型反彈 V型加上垂頭彈之後會怎樣呢? 首先,你有一個假設 它不再跌穿今天低位,或者破底 其實今天的低位和之前的低位都很接近 今天就是26825 而之前的低位是26671 差8多點而已,不夠200點 無論不跌破今天的低位,或者破底也好 總之不破低位 那就有機會可能會出現一個小雙底的反彈 所以就是疑似小雙底就是這個意思 說疑似的,因為小雙底必須要升得破頸線才叫做雙底成立 所以千萬不要說一開始就說一定是小雙底 所以我強調是疑似的 就算有得彈,都要分兩步看 第一步要先猜似它彈得上去頸線水平 那恆子的頸線水平在哪裡呢? 就是27858點 27858點 這個位置 要升得穿這個頸線之後才可以樂觀 才可以上望 大概那個小雙底量度升幅29,000 現在這幅圖畫出來不是說就可以上到29,000 不是,是疑似小雙底 先第一步覺得它有反彈的話 先看看頸線 升得穿頸線之後才可以博進一步上升 好了,那恆子是這樣 其實國企指數的情況類似是這樣 大家看看國企這幅圖 今天都是一個V型 然後隨頭的走勢 先下去,今天最低見過10319 然後才上回來收市 以接近全人最高維修 可惜都是要跌著,跌22點 好了,似一個隨頭的走勢 因為後市,有機會上到頸線水平 頸線是10660 如果能夠升穿頸線 才可以望小雙底的反彈 大概11,000區 這就是走勢的估計 好了,為什麼會有這個估計? 剛才說過了 因為美國是減息 內地亦有一件事 就是它的科創板成立 內地如果搞一個科創板成立 固然都希望市場氣氛會好 所以內地其實最近的市場都是一邊托著頂住 我們說了很久了 那些說了很多次 我們先不再看那裡 說回美國的情況 美國其實減息預期都挺高的 現在根據聯邦利率 美國聯邦利率期貨的顯示 7月31日 有差不多88%的預期是會減息的 88% 那分別是怎樣呢? 現在預期減息0.25% 有70.3% 預期減息到半厘的 即是一減減半厘的 都有17.7% 雖然17.7%比較低 但是起碼都減一次的 如果兩個加起來有80%多 就一定會減的 所以減息機會很高 不減息 維持利率不變的預期只有12.1% 去到7月減息之後 預期9月18日再減息的 其實那個機會率 是有95%預期的 最多預期會減到 即是再減多0.25% 減到去1.75%到2% 換言之 就是7月減息一次 9月再減息一次 機會很大 好了 不單止那個利率期貨顯示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美國債券息 最近美國債息 這幾天跌得很急的 這個一個月期票據息 原本都不是很肯跌的 因為如果它不是 這個很短期一個月 如果它不是預期 它未來一個月的息口會變 它就不跌 其實現在跌到2.25% 即是低於2.25% 換言之 其實它覺得6月份 這次議息會議 雖然市場預期 不是很大機會會減息 但它都跌得低於2.25% 即是利率期的下限 現在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率 其實下限是2.25% 上限是2.5% 其實它現在低於2.25% 即是有些人都覺得一個月之內會減息 雖然那個幅度不是很大 雖然機會率不是很高 這個很值得注意的 三個月期票據息 一樣跌得很急 最近期 跌下去了 即是預期三個月之內一定會減息 它已經跌到2.2% 198% 即是差不多估計 接下來 7月那次 又是會減息的 好了 既然市場預期會減息 為什麼 最近跌得這麼急 第一 上個星期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終於改口風 暗示有機會減息 然後上個星期五 就公佈了一個順於預期的就業報告 本來預期的職位增長有17.5萬人 結果只有7.5萬 市場也加深了預期 還有一件事 就是昨晚公佈的CPI 美國的通脹數據 就是反映出通脹有防援跡象 核心的CPI數字跌到2.0% 按年增長2.0% 是10個月以來最低的 即是說 回到聯儲局目標的水平 減息的空間就有大了 所以為什麼會這陣子 昨晚一個月的期票 會跌得這麼多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要說不厲害 跌得很多 好了 回來看 美股又如何 美股升了上來 在這裡之後 其實距離歷史高位 如果標普500指數 就是在5月初創 現在距離只有2.0% 很容易會升穿 甚至乎有些樂觀的意見 預期 美國如果真的減息的話 美股特別標普500指數 有機會升到3,000點 創新高 雖然有些 不是有些 大部分的分析 其實都認為 就算7月減息 其實也太遲 其實經濟是會衰退的 不過你不要理 如果減息會有一個憧憬 對股市短線 很可能先刺激它 先彈一彈上去 然後才出現了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經濟衰退 它才慢慢慢慢減息 到時股市才再跌 會不會是這樣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即是說股市可以先彈上去 跟我上星期一 今天星期一說的 就是美國經濟越墮落 環球股市越快落 就是這樣 可能會是股市彈上去 哪怕經濟最終都是墮落 因為有減息這件事 好了 回到今天港股 不是這些息口敏感股升得最多 其實都可以是 不過是內房股或者內需股升得多一點 內需股當中 今天有很多內需股 不過沒有時間講那麼多類 先講一類 就是內房股 內房股裡面 碧桂原金物升5% 這就是藍籌股 但5%上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內地公佈了一個 昨晚公佈的 它的按揭息 就有下跌 按揭息跌了下來 就利好內房股 今天碧桂原升5% 彈了上去 整個市場是一般的 你看得到 但是內房股做得好 這隻叫彈 但有些還做得好的 例如好像什麼 好像龍湖 今天創新高 最高是去到30元8號 收30.4元 這個創歷史新高 另外小的 澳元升6% 創歷史新高 今天升到10.38元 所以內房股 是有機會進一步上升的 整體而言 總結而言就是 港股現在 走到政治事件 影響跌下來 但今天出現了一個V型反彈 有機會疑似一個小傷底 最主要原因就是 外圍有機會減息 內地也有良好的氣氛 如果是的話 港股有機會先上去項線 然後如果能上到 再上網這個量度升幅目標 在股市裏面 內需股做得比較好 特別是內房股 值得大家留意 今天分析是這麽多 多謝大家收看